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于谦 感谢 什么 就没见过世面的样子 首先吧 感谢脱口球大会 栏目组对我的邀请 是你们 让我体会到了 挣钱不用分账的快乐 本来开场的脱口秀 应该是淡总 他给您说 但是今天呢 我们有一特殊情况 这场有一个专题 名字叫 今天你的人设崩了吗 这是一个疑问句啊 我觉得 李淡不太合适 因为李淡的人设 崩了已经不是一个 怀疑的问题了 当然了 我也不想说我 因为我的人设 根本就崩不了 真的 当然可能也是 没有什么崩的余地了 但是这层意思 在我们生活当中 一直就有 什么叫人设啊 就是你在别人眼里边的状态 你在别人眼里是个什么人 对吧 有人说 这人真不错 过两天再一接触 这人怎么这样 这就叫崩了 对吗 我的人设 大家都清楚啊 我正想说这事呢 真的 有时候跟粉丝打招呼 你就说 这碰人粉丝 人干着你 非常热情啊 过来 余老师 抽烟喝酒烫头 你说粉丝跟你打招呼 你要是不回答人家 不礼貌 但是你说这个 你让我怎么回答 我有时候 我就还想跟他解释解释 我就说 相声里边的都是编的 他就跟我说 对对对 就是你这是真的 你说多可气 听着这事我就生气啊 我要不是手里拿着烟 我早拿酒泼的了 但是你没辙 这就是我的人设 你说一个男的 我还是一个演员 居然有抽烟喝酒烫头 这三个词 来当我的人设 我的人设还怎么崩塌呀 所以我也奉劝栏目组啊 不要对我抱有什么希望 不要对我抱有什么幻想 我这个人设 各位 不会崩 我深刻体会到一个道理 基础低了以后啊 不是什么坏事 真的 老说 这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真不是什么坏事 所以我觉得 我这个人设不会崩 我抽烟抽得越狠 我人设站得越稳 不就是抽烟这点事吗 对于我来讲 在人设这不叫事 有的人不成 哎 这有人抽烟 让人拍下来了吧 大家都知这事吧 你看这就不行吧 还弄出挺大事来 对吧 但是你要说我 放在我身上抽烟这个事 我说哥们 来我抽着烟你拍一个 你肯定说 我拍那玩意干嘛呀 你天天抽烟 我拍着有劲吗 要不你把烟掐了 你拍不抽烟的行不行 前两天我在我的马场 我自己有个马场 大家都知道吧 养很多小动物 我在我的马场餐厅里边 请了一帮朋友吃饭 结果一边喝酒 一边聊天 一边抽烟 朋友拍了视频 传到网上去了 有很多粉丝就开始攻击 就开始骂 举千 他也不道德了 一点功德都没有 公众场所你就抽烟 我给他回 我说兄弟你看仔细 这是我们家 我们家就是大点 你这应该他就没话了吗 人还有话 你们家怎么了 你们家你也不应该抽烟 你抽烟 你最起码对你 自己身体也没好处 你都这么大年龄了 对不对 你不想着自己的身体 你怎么这么不注意 自己身体 你看 听完他这句话 我就很感动 你这些人 他在骂不上你的时候 他就开始关心你 你说这个人 你这多欠打啊 这玩意 喝酒我也不认为 是一个特别好的习惯 但是这油饮怎么办 油饮 少喝 我也以前不行 以前就经常喝多了 现在网上还有我喝多了 上台的照片 包括视频 都有 好些朋友都看过 后来自从那次以后 我觉得实在是 首先对不起观众 这毛病得改 我就 这个 给自己定了一规矩 什么规矩呢 就叫 上台之前不喝酒 喝酒就喝老村长 反正也得说 我就这么愣说 你们打我呀 你们 然后我就感觉我那句话呀 就说的有点不太准确 什么叫上台之前不喝酒 我就改成喝酒之后不上台 所以你看我现在就很少上台 就得了 说的都是闲话 咱们话题还归到人设方面来 下面我们有请九年前新版《红楼梦》里扮演 少年贾宝玉以后就再也没有扮演过什么重要角色 我说这怎么让我念呢 感觉这得罪人啊 我这老好人的人设也就快崩塌了 有请余晓彤 谢谢余二师 欢迎晓彤 谢谢余二师 欢迎晓彤 今天是来给女朋友道歉的 是吧 是的 反正对我印象很大 反正这个事情 你们俩关系没事吧 我们俩特别好 那就行 就是有些时候小云都可怜我 少说两句吧 又要上热搜感 欣姐是雇过那个类似的节目的女版 我是女版她是男版 但是我女版是自己她那是俩人 就是所以她那个话题就是比较容易有那个 你去那个人设崩了吗 我倒不涉及人设大家就觉得我精神状态有点问题 对 对就是跟人设没什么关系 就是经常给我留言 劝我去看看心理医生之类的 对 就还好 我们这一期呢 聊人设崩了 为什么让余老师开场 因为余老师就崩不了嘛 其实人设崩不了 为什么 人家第一有真本领 第二人家真性情 对吧 你像这么说真 他就崩不了 哈哈哈